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今天我就跟大家玩一個遊戲,這個遊戲就叫做CS GO CS GO就是我近期才開始買的,CS GO其實類似CS1.6的一個Online版,但它又不像CSOnline的 CS GO有什麼不同呢?對於CS1.6的遊戲來說,它高清了,至少一定會,其次就是有不同的物品可以抽,不過都是要用錢的 有時候它會出一些不同的冬季裝,一些武器箱之類的東西,或者你有時候進場了,你殺人殺最多了,它就會隨機隨機給你一個箱 那你要開箱裡面就像你開箱,裡面有不同的武器可以讓你開到的,但都是用錢去買一個鎖匙的物品,類似就是CSOnline這樣 其實我也挺喜歡一個CS GO裡面的一個模式,它叫做死刀模式 那死刀模式我們進去一個場,CS GO就是一個類似很多人的伺服器,現在有全球十幾二十萬人都有玩的 那它最主要的客戶都,我想有香港,有...其實全球,就是你進場之後你會看到有日本人,有韓國人,有台灣人,有很多不同的來自國家,總之,什麼人都有 好啦,總之是一個全球性的遊戲,而且最重要它的接走比較快 例如這個死刀模式,大約有十分鐘長,而且最重要是你要殺最多拿最高的分數 哇,一開始已經在這裡,哇,幾次擊 哇,已經搞定一個人了,哇哇哇,嚇死人 那這就是我現在做一個恐怖分子,剛剛殺了我14分 那不定時它每次復活的時候都會給你一些不同的武器 那現在我就拿著一把衝鋒槍,哇,來了 這個就是Cyber,這個Cyber爆頭,叫400多人 超厲害的 看我的人的名字 那我玩一次寂寞,然後有些不同的人的名字 應該是來自不同的國家的 這個場都比較多人用Cyber 那我現在就... 它因為你每次死了之後,你復活的時候... 哇哇哇哇,還想說話,嚇死人了 哈哈,搞錯 你想說話的時候有不同的槍,有Cyber,有重機 最重要是畫面是漂亮的,如果你都喜歡Cyber 1.6 那我相信Cyber都是... 你不可以放過一個遊戲了,而且都幾年了,兩三年了 但是,對了,哇 哇哇,因為Cyber這個遊戲都對大家來說是... 幾深刻啊,而且都從小玩到大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遊戲都... 不是很貴之下呢... 不是,大家買得起的,而且都相當耐玩的 而且都相當挑戰性啊 因為它又是會升一些等級,旗次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定期出一些不同的活動啦 那如果呢... 都是同行競技,還有有比賽的Cyber我記得 香港都有的 那我現在先玩黑人 玩黑人先... 哇哇哇,你看到一個玩Cyber 哇...哇... 喂喂喂,入冰子彈,你冷一點,冷一點 不要拿這把Cyber 好不冷靜,入冰子彈 我們也買一把Cyber 那其實是可以買槍的 那這邊...上面有人好像... 我們都玩一把Cyber 那些人去了哪裡啊? 我們看一看我上個地圖 當有人開槍的時候,如果有敵人 那它就會...地圖上面顯示一個紅色一點的雷達 那我現在慢慢... 在那個...河邊慢慢游過去 應該...海上面整個人會... 穩陣一點的... 那些人看不到嘛 我們慢慢看...看一看周圍的環境 應該看不到的 因為沒有人猜到我在海上面的 我們... 嗯... 啊... 已經搞定了一個了 就是這麼快 因為沒有人猜到會在海上面殺人的 那我們要... 慢慢正攻其變 不用急...真的不用急... 咦... 好像人...那邊啊...那邊啊... 不見了那些人... 冷一點... 咦... 冷靜...冷靜... 但是什麼人都看不到喔 游水的時候 我們先蹲下...蹲下... 啊... 一個人都看不到喔 因為死鬥模式其實都... 你一殺完人之後呢 你就有機會拿十幾分 每次都不同的 那看到現在左手邊 在倒數中的一個武器嗎 那如果你在這個時間之內 用這把武器的話呢 那你會有額外加六分的bonus 那現在就... 因為我想玩一下浪費把的緣故 那我就不用那把槍住了 這些位置可以做那個... CAM的動作先 特別是CYBAR 在CYBAR CYBAR是... 一擊必殺的意思 其實... 一射用一槍 如果不是射用一隻腳的話 通常大部份都會... 一下致命的了 根據我... 這麼多年經驗 好... 那因為這個遊戲都是剛剛我... 我買了... 買了兩三天左右 那現在都比較... 久沒玩了 那現在都在找手感 要上手 可能玩得差的會 所以... 所以... 哈哈... 我們現在快點出發出發 一大一趕都看不到 讓人來先 人呢? 這個場... 20個人的 大一趕都看不到 是不是我的眼睛有問題 是不是我的眼睛有問題 我後面那個位置會不會有人 我後面那個位置會不會有人出現 大一趕都看不到 環道這麼偏僻都看不到有人 有槍戰有槍戰 但是沒有人的速度 出事 讓人來看看也好 那邊有很多人 那邊有很多人 我看到那邊有很多紅點 我看到有人在那裡 聽到很多槍聲 讓人來 好可憐 有槍聲 有槍聲 很近很近 真的很近 在這個位置 好可憐 他躲在這個墓上 看不到 看不到 有些危險 有些危險 這個場都比較多 玩浪費把 那就玩完了 快了 好 因為呢 我進這個場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了5-6分鐘 看到嗎? 我中了一把槍 就是這樣 你剛才玩完場的時候 隨機隨機有些玩家 玩得好 或者有些玩家的時候 就會有些物品 那這些物品 就好像剛巧那把 這把手槍叫5-7 那他就染色 就染了一個 叫橙皮的顏色 那你可以 在一個手槍那裡 改了這一把 那把槍 那這把槍就屬於你自己用的了 那就比較特別的 可能代表你一個 自己象徵的一個武器 我們現在再次去一場 因為剛剛那場太快了 有點不甘心 就是剛剛進去的時候 玩了一陣子 射了幾槍 人都見不到 完了 搞錯 好我們現在開始 這場應該玩反空小組,我們做一個警察的角色 我看見有人,先把刀刺他 剛剛熱身,現在就開始了 這個城堡場,比較推薦用衝空槍 但其實都是看他隨機給你什麼槍 應該有人 我聽到人,聽到腳步聲,突然偷襲 原來自己有力 因為你死了之後,你的重新地點是不固定的 是隨機隨機的 所以有機會突然在你後面復活,也有可能 很大機會,不是有可能,很大機會 通常這個樓梯都比較多,命案發生 嘩,都說了,突然後面有人偷襲 嘩,真的,一畫好完,立即有命案發生 出現在我自己身上 那個應該有人 嘩嘩嘩,用一把散彈,用一把機槍 嘩,還要不是鏈 不是機槍 嘩,爆頭 漂亮 嘩嘩嘩 搞定兩個,不錯不錯不錯 第三個第三個第三個 而且,嘩嘩嘩 搞錯,殺極道友 而且,嘩嘩 這個模式有時候,嘩 應該有人在上面,嘩嘩 嘩嘩,嘩 嘩,這麼厲害? 真的很厲害 一下爆頭 這個模式他也有一個叫助攻 應該走下去 有助攻 如果你的同伴同一時間,兩個一起殺人 嘩,不可以做攝影機 做攝影機是不公平的 那就可能,繼續兩個一起殺 應該看不到 應該看不到 這顆這麼近也看不到 嘩,這樣也看不到 哈哈,原來是後面了 我被人持後包叉 真功 現在看不看到,拿了六,四分 嘩嘩嘩 嘩,沒指彈,沒指彈 爬一點 嘩嘩,飛的那個人 躲起來,躲起來 他終於衝出來 這個,轉腳遇到愛 一個 差了八分 嘩,這個時候 嘩嘩嘩 嘩嘩 刀仔巨大樹 刀仔巨大樹 不錯不錯 刀仔巨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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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一二二 好了,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入子彈 入子彈 好高分 因為我們用刀仔殺了兩個人 射錯自己有 對不起 不要找我 不關我的事 不要找我 好棒 喔 用刀仔殺了三個人 那今場 厲害 來,現在最高分 嘩嘩嘩 好久重 下面有人 下面有人 打開頭 關掉一點 空中 誒,沒有反應 看見人 看見人 先包抄他 這隊友已經幫我撿左雞了 我們復活 我們用這個獎勵武器 慢慢逐槍逐射 這個就是CS的精髓 一下一下射,就會達到一個最 準確的命中 人呢?人呢?人呢? 看到左上角剛剛有一個問號 就是剛剛這裡有人出現過 但是差了不知道他在哪裡 出來吧! 來吧!來吧! 前後包冊!前後包冊!你不要走 他看到我!我殺他不死!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哎呀!看到他的手槍 那個叫黃色沙丘 黃色沙丘,不是黃色沙丘 聽到很多槍聲,但什麼人都看不到 那就是他那個槍的一個 他自己的象徵 剛剛聽到很多槍聲 在後面!在後面! 敗頭!敗頭! 哎呀!被他爆了頭 那些很厲害 有中國人,看到一個名字嗎? 白癡嗎?他那個字 小小小簡體字 入子彈了!入子彈了!入子彈了! 打10個!對不起!沒有子彈了! 原來是自己入子彈 現在還是領先第一位 不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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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叫送頭樓 你不斷用最短的時間換來一個最大的殺數 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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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來見一下 沒有人了,突然後面有人偷襲就麻煩了 通常都是這樣的,轉角遇到外 轉角遇到外 自己在這邊走下來,應該沒事 不是,自己在後面死了 就是上面有人了! 把衝鋒槍打不到那麼遠 還有一個47 他自己一個象徵式的,叫不知道什麼 這位復活,這麼危險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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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攝影師 好,下去,人家又走到這邊 都不見有人 我聽到很多腳步聲 那些人去了哪裡? 這個位置是失望的 我現在到了第二了 散彈當然是打近距離 好像這樣,嘩嘩嘩嘩 這麼近距離不死 真的假裝被人反殺 這個時候見到一個Bonus的武器 我就用這把P90幾個衝鋼 那我就快點衝 如果用這把槍一撒滾 就會額外加多5分 加很多 那就要先找到敵人 敵人在哪 敵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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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感覺到有敵人的氣色了 嘩,他亂動開槍給我射的時候 喂 撿回5秒,讓我拿個Bonus先 讓我殺,讓我殺,讓我殺 之後爆炸 好無品 喂,為什麼這個場地爆炸了 好,我們來玩一下 敵人 近距離敵人 近距離敵人 不,近距離敵人 怎麼會敵人 傻了 嘩嘩 一個 真的嗎 近距離玩敵人 OK 會不會後面有人爆炸呢 應該安全 應該安全 你先買這裡 後面有人 後面有人 原來 下面人還是後面有人呢 兩邊都像有人 這個有人 難道 咦,我們可以轉散彈 用這把散彈殺人的話 現在有6分 6分很多 好像聽到 後面的 那些人在哪 在後面 喂 前後爆炸 被人夾死了 不行不行 我們 又轉一把 浪費 有人 好像見到有人 自己優 那些人 只剩下三分鐘 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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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回頭三 這難度 原來都 一開始領先的優勢沒有了 嘩 厲害 殺了 不差 嘩 嘩 刀仔 他大事 AK47 他沒理由 浪費把 這麼快 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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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一定有人 看著 一定有人出現 二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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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把槍都射不中 快點丟了那把槍 那把槍真的沒用 射都射不中 他們應該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位夾回他們 看著 一個位 嘩 都猜到 猜到你了 喂 冷了一點 冷了一點 兩個 嘩 好多人 差一點 我們 我們 找人在哪 所以我記得這個死狼模式 因為你死完之後 可以不用等再玩 那個節奏都比較明快 而且對比以前傳統的模式來說 真的 挺刺激的 而且都相當 有些 殺人的 嘩 好像這樣 雖然可能 不是每次練到技術 但是 嘩 OK兩個 三個 三個 我隊友差點死 我提了他 差點殺了他 差一點 扣了他十幾二十血 嘩 後面偷襲 入子彈 嘩 找了兩個 厲害 喂 入子彈 不要前後爆炸 不要前後爆炸 入子彈 哎呀 差點殺了 差一點 現在第五位 嘩 這麼近 OK 之後還有沒有人 好 後面還有人 有些人 還有一分鐘 但現在第六位 好 好 好 有槍聲 有兩個 有兩個 嘩 被人旁邊 一下子衝鋒槍 爆了頭 防到前面 防不到右面 防到右面 防不到左邊 被人四面坐過 剛剛另一招 散彈都是來近距離的 槍照會比較好 這把連散來的 沒問題 連散都是不差的 總之 玩散彈一定要近距離 哎呀 被他一下AK爆頭 嘩這個位 剩下多少 剩下30秒 剩下30秒 右邊有把散彈 我不是很喜歡玩散彈 每次都給我散彈 我們快點出發了 剩下第六位 要不要到第五位 上回第五位也可以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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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散彈人這麼小的 都只要殺到 因為爆頭關係 哎呀3秒 怎麼會被人來 哎呀 今場就第五位 那見面到他需要五個對五戰力的成就 哎 這次沒有我粉呢 這次沒有我粉呢 哦 這次是沒有我粉的 那CSGO其實我都幾喜歡這個死龍模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 就下面按個like 還有我 有任何意見的話 就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集就這麼多了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按個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